頭綁抗議 布條 雙手和隔壁緊緊扣在一起 翻在陸莊的住戶 坐在地上大聲控訴 建商剝奪他們的居住權 以行動捍衛家園 拒絕拆遷行動 不過警方早就已經敘事待發 請在場行動離開 不離開 本院將使用強勢力 排除在場行動 一聲令下 警方執行公權力 現場的工人噴滅火氣 要驅趕抗議的民眾 工程單位強制執行 居民也不甘示弱 点燃鞭炮還擊 現場爆發了激烈衝突 警方出動多名人力 直接把人抬離屋內 但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這裡的居民策劃這場激烈抗爭 原來這裡是台中市太平區的 翻載陸莊 居民自稱是清朝時期的電農後代 雖然沒有土地使用權 但因為租賃多年 主張握有土地的優先購買權 但建商則是在一九七五年 透過人頭以三百萬取得土地 轉手以一億多的天價 把土地賣給住戶 讓居民無法接受 雙方就此走上長達四十八年的官司訴訟 最終在二零二零年法院判定常議集團勝訴 將依法執行 拆無還地 居民會競爭 抗爭這麼激烈 之前都沒有做任何的協調工作嗎 道場監督的建商代表 面對任何提問一律不回應 抗議民眾也強調將會尋求更多的管道 繼續抗爭到底 靜新聞 林沛騰 趙建林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